大家好,我是岳水王编辑总监学良 我现在所在位置在Omega 802017的现场 Omega去年它推出了Plan Ocean的新的系列 最大的特色在于它采用了全新的三重材质合而为一的表圈 包含去年年底下半年它也有推出一个Deep Black 全黑的一个表款 今年它在基础上推出了另外一个新的系列叫做Big Blue 当然就是蓝色为基底 但是它是一个全陶瓷的一个蓝色的表款 你可以看到它依然在表圈上延续了三种材质的处理 这个表格是一个蓝色的一个陶瓷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制程上它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你可以从一开始蓝色的陶瓷 然后经过了这个高温加培烧之后呢 它会变成这个缩小变成这个表格的胚胎雏形 然后再经过加工最后再次的高温的培烧 就可以达到一个完美的剔透的色泽 然后最后经过了最后处理就会得到一个最后的表格 那至于表圈的部分它的程序呢 依然是一样是非常复杂 包含一开始的这个陶瓷的表格 然后再经过这个雕刻 然后最后再接上液态金属 然后最后再上这个陶瓷这个镀膜 然后最后再经过这个精密的抛光之后 你就可以有呈现了这个陶瓷的这个基底 但是液态金属的金属的字样 以及这个橡胶的这个刻度 那今年这个全新版本 它一样延续了这个 Omega 这个 这个 它这个Plan Ocean 这个 它的600米的防水 但是在整体的细节的精密度呢 是又更近的 更上一层楼 那这是今年最新的一个款式之一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